《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余鎮球先生 你好 我們又見面 阿球 我上個星期和你聊天 我總是覺得意猶未盡 好像做了很多事情要跟你說 真是多到不得了 連我年紀大 都是說的 所以我覺得有些事情好像都沒有說 例如你在澳門的工作 你在劇場空間的藝術創作 我沒有說過 我覺得那件事好像不完整 所以真的不行 我這個星期所以立即打電話來 你還是再來多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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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你再見我來一會兒 我覺得有一個很特別的招待 特別優待我 是很特別的 謝謝你 沒辦法敬佬 當然不是 而是你很多劇壇的創作 可以說 好像我們初初和你聊第一集的時候 你除了化妝之外 一樣都做過 我已經說 哎呀 阿球怎可以在兩集中說呢 其實我記得 如果說劇場空間 在我從歐洲讀書回來 其實應該是從歐洲讀書中段 我回來一次 那時跟魏炳郎 張可堅 丁家商 他們坐在一起經濟 覺得不如搞個劇團 因為那時大部份香港的劇團 都是集中火力去做自己的創作劇 我們這些比較七十年代出身那些 就很經歷那一段對翻譯劇很中愛的日子 因為那時香港是沒有什麼創作劇的 全部都是拿翻譯劇的 覺得咦 我們不是反對創作劇 但我覺得香港創作劇的環境很有趣 是有一個演期就寫 約了他寫之後 到現在都有這樣的情況 可能演期可能一年後的 約你寫 你寫吧 但可能過了半年才開始寫 到演出前 我最近才剛聽到 演出前兩個星期才起到劇本 我覺得是不是創作劇一定是這樣的呢 我有時看回 其實外國的翻譯劇都是創作劇 不過是外國創作的原因 譬如我看回一些外國的出名的劇作家 譬如Alpha Miller那些 有些他們是沒有演期的 他們只會有一件事想說 然後就寫那件事 寫了劇本出來 可能用一年 兩年 甚至三年時間 譬如State of Salesman 大家知道是一個好經典的劇本 他是花了三至五年的時間寫的 他怎樣寫的呢 他是每一天 聽到一些說話 有一些感受 寫的一本寶制度 每一天 如是經過一段幾年的時間 他將這些東西集中在一起 然後再組織 再構思成一個劇本 我覺得這些創作出來的東西 就有寫的 還有別人外國的劇本 也會經過一個所謂的創作過程 即是說他演員 發覺有問題 再改 再演 再改 再演 我們的創作劇到今時今日 再演的機會實在太少 你想想有多少個創作劇可以再演 尤其是當年 變成我們可以有一個劇團 集中做翻譯劇 然後每兩三年做一個創作劇 為何每兩三年做一個創作劇 就是想給我們多一點時間 但是我們自己的創作 變成不會因為趕劇本被人演 這個我想是香港特有的創作環境 我們談談談的時候就覺得 一來我主要是設計出身 我對空間的運用比較有興趣 變成我們做一個劇團 主力在翻譯劇 同時給多一點時間 多一點空間去寫一個自己的創作劇 同時在空間上運用 希望有些特色 因為當年九十年代尾 很多劇團都是以導演或演員為主 很少以後台設計為主 我們就用這個特色去成立劇團 這件事一談 大家覺得很華華 我當時我是從導演書中間回來 回來聊聊聊又要回去讀書 結果等到我完成了 我在歐洲的所謂的學業後 回來就開始成立劇團 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既然是這樣 我們要劇場空間 既然以空間為主 所以見到有時在我們劇團的創作 演出的時候 我們在場刊中很清楚說了 我們以劇為主 以舞台的空間運用為主 不是表示我們不做創作劇 而是相反我們覺得 我們如果要做創作劇的話 就給多時間去寫 不需要說要逼創作劇出來 成立了劇場空間 成立初期 我覺得第一個戲是 在很少的場地演出 因為當時我一回來 我們已經跟那個時候 應該叫做區域市政局的後半段時間 我們就跟區域市政局 這些負責文化的同事 他們就給了沙田大會堂民宜廳 屯門大會堂民宜廳 和全民大會堂民宜廳 我們做演出 做一個演出 巡迴的演出 我們第一個戲 我們就選了一個美國劇本 因為我以花日期為主 而且那個戲 我覺得我可以在空間上 作為一個劇團 如果用標榜空間 在空間上可以做多些東西 我們就做了一個戲叫《Titanic》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Titanic》叫《鐵達亂尼號》 那時剛才做完《Titanic》 我記得大家都好像很熱門 但這個《Titanic》 是不同電影的《Titanic》 那時我是導演 燈光設計 舞台設計 三個人都做完 因為香港是經費所限 和人手是少 我們就一個人做完所有事 張河堅是我們演員 我們演的戲 就把民宜廳的觀眾席拆了 就把整個民宜廳變成 一個很多張床的空間 我們把那些樓架床 我們做了一堆三層的樓架床 就圍著民宜廳的牆這樣 然後中間就擺了一些單人床 雙人床 三人床 可能兩張雙人床拍賣 可能兩張單人床拍賣 在公宜廣場上 可能有分了幾個現區 在空間那裏 那些觀眾進來 就是分了兩種價錢 一種價錢就是坐樓架床 一種價錢就是睡中間的床 睡床 很有趣的 睡床的時候 最有趣的時候 最有趣的就是看觀眾進來 一坐下 坐樓架床也沒問題 坐樓架床拉著牆看電影 如果躺在外面的床 我們就提供了一些皮 提供了一些膠袋給他套住鞋 如果他不想脫鞋的話 他可以用膠袋套住鞋 這樣就躺在床上 如果他想脫鞋的話 我不介意他脫鞋 最有趣就是 如果有些女生兩個人一起看電影 其實見到床已經有一個男生坐了 譬如四人床 三人床 可能有一張床已經有兩個男生躺在這裏 或者有一張床有一男一女躺在這裏 然後另一個女生來就很奇怪 要不然很害怕睡不睡下去 有些一睡下去就立刻拿一張皮蓋著自己 有些穿著裙子 你立刻拿一張皮蓋著自己才坐下去 入場的過程很有趣 所以整個作為劇場空間的創業作 我覺得那件事給觀眾的印象很深刻 第一天 慢慢我們又再試過又玩過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有個電影叫做 叫做正宗肉室 我們也是玩觀眾席的 把觀眾放在 又拆掉他的觀眾席 就做了一個 那些圓圓圓的觀眾席 圓圓的觀眾席 是轉的 就是轉觀で 轉台我們是看到的 在舞台上的轉台 我們就不同反過來 我們轉的觀眾 是嗎 這是一個嘗試 我覺得當時的嘗試 可能因為經濟和機器所限 變成效果不是理想 因為轉動時的聲音和鎖 突然起動和停止鎖 令觀眾不太舒服 事後我們檢討 如果多一個設施多一個機器的部分 可以減低鎖 好像一個機讀遊戲一樣 後來慢慢 因為文娛廳的椅子老化 他們告訴他不可以再拆 慢慢我們不能再拆文娛廳的椅子 慢慢回到正規的演出 這是劇場空間比較遺憾 不過聽說沙田大護堂 現在的新的觀衆席可以拆 可惜屯門大會堂和屯門大會堂 文娛廳的觀衆席還可以拆 如果三個地方 起碼屯門都可以拆 我們待會做巡迴使徒可能會回到以前 玩的空間 另外一個 真的有體現劇場空間的宗旨 就是我們在2000年的時候 做了夢亂城西 我們為何會選擇夢亂城西 因為夢亂城西在我記憶中 是香港第一個八老匯音樂劇 翻譯到廣東話 那時是King Sir導演 明 Sir做主角 那時是明 Sir萬子良 還有張寶芝 如果沒有記錯 做主角 那時我剛入畫劇團 負責做音響 playback音樂 那時還有MMM的 全部都是錄製歌的 我拿著餅帶就跟他去 亦都是全灣大會堂開館的開幕節目 那時我講的是千禧 就是康民主角的千禧眾 就是千禧年 慶祝千禧年 就徵集一些提案 我跟張寶芝談過 挺有意義的做夢亂城西 第一 是第一個香港 翻譯做廣東話的八老匯音樂劇 亦可以說是第一個大型的音樂劇 亦都是香港全灣大會堂的開幕演出 同時很難得的 亦都是香港話劇團 如果我沒有記錯 都是香港話劇團第一個音樂劇 我認為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這些老餅人 不如試試將這個作為一個千禧年 總結也好 又說繼往可能也好 拿出來做 我們跟張寶芝談過之後 我們就擺了 因為體現了特色 我們重新翻譯過它 翻譯到香港 擺在文化中心外面 大樓梯對著海那裏演 那個都頗大型的 還有我們現場音樂劇 找了石順芝先生的現場音樂劇 戶外的現場音樂劇 那個規模 大規模製作 我們經驗了很多東西 我們經驗了很多對音樂劇的東西 也有份參與那次演出 那次我們都是一個頗大型的製作 也頗體現到 我記得最震撼的不是我們演出 最震撼的是 觀眾要坐在樓梯上的 看著海 我們在空間製作了幾層貨櫃 景是在貨櫃那裏開山上 轉轉 最震撼的就是 那個演出做到一半左右 後面有一架 每一架獅子星號走過 那這裏正在演出 那觀眾突然間有一架船在我們後面走過 我覺得這個畫面很漂亮 就是完全好像跟電影無關 但亦都好像是很配合 因為我們在說尖沙咀海邊 兩班年青人在海邊 游手好走的在那裏打球 由打球變成打架 你都夢想成新的故事 亦都很切合尖沙咀海皮的環境 我們覺得那個很真實 要冥謝 要冥謝 那些就是西亞特有趣的地方 你永遠不知會發空間 那個地方會發生了甚麼事 但那件事就會令到你的演出很漂亮 我們就做了一個 但試過一次戶外演出 不是 不是 這樣不是 戶外演出其實我們 大型的戶外演出 我們就少了 因為戶外演出實在是 價值很高 因為甚麼都沒有 電等等 但反而小型戶外演出 我們這裏都有做 譬如最近我們做一些文化大事計劃 我們做很多戶外演出 我們搭一個TENSE 在TENSE裏做演出 我們都有做一些小規模的戶外演出 我們都考慮過做大型演出 甚至乎我們有第二個計劃 我第二個計劃是在這個大球場 在馬會 帕馬地的大球場裏做一個 做一個Marco Polo 要用騎馬的 但又是不夠資訊做不到 不如在馬會做的 我真是想著 因為我真是想著 跟馬會談 找一些馬 然後又搭了蒙古包 但就是 你知一個想法 有了 但這些想法全部都是錢 是嗎 這些潮的錢 一些贊助或資訊說 一不夠就做不到 這牽涉到究竟 我們今時今日 有多少 不要計算政府 政府每年才給了很多錢 支持文化 你說是今時今日 我們政府的得正也好 你說是遺留下來的得正也好 怎樣也好 他真是 數字來看給了很多錢 做文化技術 反而 商家 我們商業環境 支持文化技術 比起日本 遠的不要說 歐洲 美國的不要說 比起鄰近的 韓國 澳門 我們都不足夠 我們都不足夠 日本都不足夠 變成你會看到 原來我們商家 或者大公司 他們都花很多錢 進公益事業 但他們花很多錢 進公益事業 即是在 起樓 不是 起學校 起樓不要說 起樓賺錢的 起學校 起醫院 教育 做很多慈善的事 我是很欣賞他們做的 社會是需要這些事 但是他們 甚至他們支持體育活動 網球公開賽 高爾夫球賽 支持體育活動 都未去支持文化技術活動 主要擺到第三 第四 第五 是最近因為 大家知道 講過很多次 因為西九 這些人才開始 開始支持 好似支持文化技術活動 亦都令到有些地產商 開始留意這件事 但是之前根本沒有 我們做了一個 劇情空間做過一個 很傻瓜的行動 在沙士低潮時期 我和張學堅 就想了 反正沒有損失 他就試 寫了很多封信 給很多地產商 或者很多大公司 上次我都說過這件事 結果是沒有人來 到今時今日都是少數 如果說真的要建立一個 好的文化技術環境 社會環境 政府支持 商業的人 做生意的人都要支持 做生意的人支持 他們就當 是一種投資 不單止公利的說 對自己公司有好看的一種投資 但是對再高層次 冷高層次地說 其實是對下一代的投資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文化藝術 其實是比下一代一個更加好 更加正面 有正能量的環境去生長 這個 政府不斷說 不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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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中間 試過一次傻瓜行為 都知道不行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辦法 繼續靠自己 也不是靠ABC的資助去做 現在我們開始慢慢 摸到一個方向 的方向就是 我們每三年會做一個創作劇 我們做創作劇 我們不是喜歡寫什麼 而是我們想做一些 關於中國人的事 對我來說 我不是這麼客義的中國人 我覺得人人平等 不是因為 人人平等 或者人人平等 不是中國人和中國人平等 中國人和外國人就不平等 而不是的 基本上 每一個人 你無論什麼膚色 什麼顏色都是一樣的 所以 可能因為我喜歡回劇 所以我覺得 沒有分膚色 沒有分角色 但是為什麼我想說 中國人的事 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 如果中國人不認識中國人 無論歷史 尤其是現在已經沒有歷史堂 都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歷史堂 沒有的 回歸之後 英國政府的教育 反而有中國歷史堂 回歸之後 香港人治港的教育制度 你之下 竟然沒有中國歷史堂 我真是不明白這個 幸好我早點讀了 現在沒有東西 沒有受 我也不明白這個教育 政策是什麼 有西史嗎 西史好像沒有 是沒有歷史 就沒有歷史 沒有歷史 他就將不知如何 將它結合了下去 文化還是什麼 有些目的歷史 那大學有沒有歷史 如果這樣再上去 有 我聽說 有些大學有的 有些大學 就視乎有沒有人 夠不夠人報 如果這樣 那你這裡也沒有 沒有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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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 這麼有趣 香港這個 中國教育 是的 我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 既然是這樣 我更加想利用我們 劇情空間 那個 演出的功能 去將中國人的歷史 或者中國人的發展 去告訴觀眾聽 這個是我們其中 另外就是 每三年做一個音樂劇 因為我和張宏堅很喜歡音樂劇 我們都會做音樂劇 那除了劇情空間之外 我現在 都很多時間 放在澳門 之前我在 因為一次機嫌巧合 我就過了澳門文化中心 工作 是 澳門很有趣的 澳門呢 之前澳門文化中心 就是外判 節目給人 即是給一間公司 外判他做成辦 成辦 一年多少個節目 收費多少錢 後來他們 就將外判這件事 就終止 用回澳門的公務員體制裏面 撥一班人去做 是 我就機嫌巧過了幫他們 因為他們基本上沒有什麼經驗 我過了幫他們 就幫他們做 選節目 買節目 還有行政工作 還有推廣宣傳 以前就自己 自己弄團 自己做少少個團行政工作 現在就正式在澳門文化中心 做一些文化行政工作 而另一個我覺得很重要 我覺得澳門做得比較好的就是 澳門很支持本地藝術創作 起碼是澳門文化中心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就是 去想一些計劃 或者建立一些平台 去幫助澳門 不要用幫助 去給空間澳門的創作人 去做多些創作 甚至做了創作之外 甚至讓他們跟不同類型的 專業人士一起合作 無論是舞蹈的 或者是戲劇的 或者是音樂的 譬如我們澳門文化中心做了幾件事 進去之後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我們叫所謂的文化交易程式 第一年我們就傳了一些澳門的舞蹈員 去美國 去紐約 我們提供食宿 我幫他們找了劇舞蹈團 我們找了一個Amy Marsha的美國現代舞蹈團 找了兩個演唱 不是我們選擇的 我們請那邊編舞 那個舞蹈團的演唱會主 過來澳門演唱 選了兩個 然後他們就過去住一個暑假 然後就跟著他 每天編舞排舞演出 排了演出之後 我們在年尾 他們就回來在澳門把演出 連同舞蹈團一起在澳門 回來澳門表演 這是第一年 第二年我們就跟韓國的一個 身體的演唱會合作 有一年就幫香港的畫面合作 來留之際 我們找了幾個後台和導演過來 有一年我們又找了幾個舞蹈員 去台灣跟許芳怡 一個台灣很出色的舞者 去跟他 是今年的事 去了台灣回來了 不過今年年尾就會在澳門做一個演出 總結演出 來年我們就互立 計劃去丹麥 找幾個澳門的藝人 去丹麥學墨劇 不是學墨劇 是學西特西的事情 這是其中一種計劃 另外有很多不同藝人 在家中 例如我們邀請了 Yuri過來 年年幫Yuri過來澳門 幫我們澳門的舞者排舞 支持一個雜作式排 接下來我會有一個總結式的大型演出 我們有做了一個三年的音樂 我們請了很多香港人 佈高世章 岑偉忠 石順之過來 和我們做一個音樂的入門 這些都是我們做的 除了就這樣買節目 我們投放很多資源 不單是委託本地的藝人演出 亦都舉辦這些東西 來提供多些機會給我 我剛才跟他說約了Mo Sir 其實就是談這件事 就是明年請Mo Sir過來做一個 導演的提供的行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澳門文化中心做得很肯給資源 和花心機去做 他們不介意長時間 我們找過周帆夫過來做幾年 一年的寫評論文章 和寫藝術介紹文章的課程 是一年的 整年都想的 還要給他看文化中心的節目 看完之後就要寫功課 已經減了幾年了 這些事我們也在做 我們希望不單是 只是給一個地方或是給錢他們演出 在這些方面亦都想 因為始終澳門的藝人都是喜報 基本上沒有甚麼專業藝情業 我們就想提供多些空間 希望有一天可以令澳門 有一個專業的環境出現 很欣賞 真是扔資源去培育 這件事很重要 這件事很重要 當然香港現在在做的 香港現在開始在學校裏面做的 越火越好 澳門就還未在學校裏面做 但變成就看看文化中心 在這方面可以做多些努力的事 好呀 我們找一次有機會 即將來他又發展得差不多 你又上來又告訴我們 在做些甚麼 很有興趣知道 好呀好呀 即是一海之隔而已 好呀好呀 即是很想知道是怎樣 但你過來玩吧 你過來玩我帶你去看看 我會呀 一定會 好 多謝三一球 我會來的 OK 今天多謝三一球 OK 亦都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是否說一言 我們可以去看電子書籍 限定行論 ?